封面乡的猫公山是阿美族许多部落公认的八元地圣山 立委廖国栋11号再度邀请到圆明会 领馆处和族人讨论猫公山土地管辖权 以及纪念碑整合等相关议题 最后在六个乡镇部落族人协调之下 希望有共管机制解决目前的纷争 继6月5号立委廖国栋服务处前往阿美族圣山 接浪阿三会看后 11号再度邀请圆明会 领馆处以及族人共同讨论土地管辖权 以及纪念碑整合等相关议题 目前将先朝向先行设置部落共管平台的方向来处理 部落族人希望能够朝着共管的机制 来解决目前各方的纷争 不管怎么样纪念心得之后 一定要一个单位共治共管 否则的话 当一个单位当一个什么 没有办法 一个单位然后大家来配合 让我们做好 一定会做好 立委廖国栋表示 大部分周边的部落都说是他们的传统领域 可能单独由哪个部落或者商工所来管理 希望透过先行的共管机制之后 慢慢的琢磨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部落都说是他们的传统领域 所以因为这样就导致了不可能读读哪一个部落或者是哪一个乡来说是由他们来管理 所以透过先行的公管机制之后 慢慢的琢磨出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 是我们今天很成熟的一个成果 根据领馆处统计目前 吉隆阿山至少有20个以上的经典碑 横跨6个乡镇部落族人 不定期前往祭拜祖林 圆明会指出未来吉隆阿山规划传统领域将涉及20个以上的部落权益 建议以共管控制前提进行讨论 领域局则表示支持后续会协同圆明 掩理机制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